哈喽大家好,现在是星期天的下午 我们去家附近的一个滑冰场,溜毁冰 然后去看一看,它是个室外的,应该还蛮好玩的 好,那我们出发了,拜拜 到这个溜冰场了,它叫Winter Lodge 它其实旁边的就是家属区,非常小的溜冰场 但是它有室外有室内的,很cozy,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就是一个像一个在Lake Tahoe的小木屋一样 所以它叫Winter Lodge 非常暖和 这个小姑娘滑得好好耶 感觉我租的这个冰鞋好娘呀 哈喽 感觉小朋友还是比大人的平衡感好一些 我就是慢慢的滑,今天的目的就是不要摔跤就可以 其实感觉这个滑冰和滑雪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而且也很注重腿部的力量 一旦你的腿部力量很足的话 感觉你的下盘就很稳,就其实不容易摔倒 在从来就能够伤的地方 能够添自然的火山 这 Dida 这就是那个耳机你怎么吃得到 你要不吃得到 他就能够灯的地方 才能够着到 大人的火山 我希望婶 了 我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又有小朋友摔得好 感觉稍微慢慢的掌握点技巧了 还是要下肢比较有力量 人越来越多了 又紧张又好玩 很久没滑了 还是很有新鲜感 我很喜欢这个雪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它其实就藏在这些居民区之间 你开开开 然后从居民区路过就发现 怎么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可以滑雪的一个小Lodge 而且它叫Winter Lodge Lodge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小木屋 一般你去滑雪的时候真的是个Lodge 有很大的木头制造的一个房子 在山脚下你可以休息 然后这个它其实也是遵循了这样的一个设计 它的这些房子都是木头造的 然后也会有一些壁炉啊 会有火堆燃起来 就给你一种感觉非常好 我只要开个五分钟十分钟 就可以在这个一群住宅区之间 好像我来到一个大山之间可以滑雪一样 然后这里可以举办一些生日聚会啊 你看这里就有人在动 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室内的冰场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篝火这里就非常有趣雪山的感觉了 中场休息把冰面铲一下 明显能看出铲过的和没铲的区别 那还可以这样吃滑吗 可以啊 它把这个冰面就是打平一下 因为被磨出很多印子了 容易摔跤啊 我也想去开这个车 里面有几个小伙子非常的勇猛 感觉特别的快 然后也不怕摔 我好怕在他们旁边 央吉无辜 我还是喜欢这种比较热闹的感觉 都是人的 现在 最近国内也在过青年嘛 然后前两天和家里人视频感觉好热闹 还是蛮想念的 说不想念也是不可能的嘛 然后也差不多三年都没有回去过年了 希望明年可以回去过年吧 祝视频前的小伙伴新年快乐 2023年一切顺利健健康康 好我们就这样啦 拜拜 拜拜